下面我就想讲一下 那么为什么说官想要用定网无尽管 讲一下这个第十天的这个故事 那么第十天呢 它在我们玉景天 须弥山的山顶上面 它属于这个玉景天 这个在须弥山顶啊 它属于这个刀立天 有33个天主 第十天呢就在中间 统领其他的这个中天 它的寿命呢也是非常长的 寿命一千岁 人间这个一百年呢 是第十天的一天 它的福报呢是非常大的 它福报非常大的原因啊 是它前世修的 而前世呢是这样来修行的 就家设佛时代啊 有一个女人 她也信佛 有一次呢 她看到一个佛像 已经破旧了 然后呢 这个庙呢 那么它这个屋顶已经 这个坏了 这个佛像风吹日晒 他就花心 想把这个寺庙呢 给建起来 但是呢 他没有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呢 就到处去这个画园 找他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做善事 找到了三十二个人 加上他呢 三十三个人 大家一起来造庙 来修复这个佛像 以此功德 那么他们这个后来啊 都转生到天津 成了三十三天天主 中间呢 就是这个女人转为地使天 所以说呢 这个天人啊 谁都可以修成的 怎么修呢 就是要有功德福报 这个地使天 他福报非常大 也可以这个护佑我们 他是佛教里面 也属于一个很大的护法 那么在佛出世的时间 在菩提树下 观蓝字 这个开悟成佛之后 那个地使天 一看 这个太子啊 已经这个成佛了 他就赶紧跟那个大凡天 一起来清传法轮 广坐供养 供养 这个佛陀啊 一个金波 大凡天呢 也供养佛陀一个金波 但是按照规矩来讲 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 他只有一个金波就够了 不理由多余的 这个东西 那两个怎么办呢 佛呢 就用神通 把这两个金波呢 压到一块 就成了一个金波 最后呢 这个清传法轮 所以说功德 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 这个第四天啊 他每个半月 也会排他的手下 到我们人间 观察人间的这些善恶 如果是 做这些恶事 他也会惩罚 那么做善事 手持无戒 仅仅修行佛法 也会给予 这个帮助 加持 就是我们那个 在每天修法 顶礼的时间 那么对这些护法 我们应该顶礼 他们福报也非常大 也会帮助我们的 这护法 护助 这个诸圣众 也都包含在里面 我们做这些功德啊 供佛像 顶礼啊 会不会有这些功德啊 我们也都有这个福报 也都有这个功德 只不过是呢 我们 把这个福报功德啊 都回向 将来往生 极乐世界 不是单单做一个 第十天 有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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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有点心 不过是呢 感谢观看